正因为发展太快 大陆人戏称自己活在压力山大的时代里 甚至有调查机构统计 大陆白领阶级自认压力世界最高 这时候就很需要像这样子来输压 而数据也显示 全中国大陆每一年有超过60万人过劳死 这数字世界第一 而工作繁重 还有子女的教育 以及财产是不是能够增值等等 更是大陆中产阶级焦虑的主要原因 也因此上海人很流行参加减压展 比如说这种美金床 可以躺着做做发财梦 挺好的 而数据商机也应运而起 特别爽 放胆砸就对了 这是上海暑假超红的输压胜地 就是要让大家把平常累积的愤怒压力 统统寄托在手里的陶瓷晚上 在家里想砸都不敢砸突然都可以砸了 自己选的这个专业是家里帮你安排的 平时压力的话学习比较大 因为要考研了 就每天功课要做到十点 十点十一点 功课每天做到很晚 所以睡都睡不饱啊 只要戴上隔离衣护目镜 外表文静的少女来这里变了一个样 显能爆发 但也让不少人看傻眼 是真的要摔碗吗 天哪 要砸吗 我们看一下 它框架 然后那种就感觉被吓了一跳 所以反而压力更大 对 哎呀呀那位尖叫又逗Q的 就是记者本人啦 是说平常没练过 砸不准反而压力更大 不如试试其他关卡 推打踢撞没再管形象 哎呀你这偷袭你 我的爹的 你绝在短 我绝在短 网络时下热门泡泡球 枕头站和沙包 不用分别跑不同地方 在这里花人民币78元门票 约台币350 能一次不计时间狠狠揍到宝 上海首度举办减压展 每天平均涌入500人 比预期还要多 原因就是大家压力真的好大 大陆旅游网调查 一线城市自认压力最高的 就是上海人 其次是北京深圳杭州 心理医生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经典的案例 就是说有些可能是家庭的烦恼 事业上的烦恼什么的 那我们就去针对这种特定的人群 去给他们一些发泄的方式 小时候就是弄一个被单 然后呢拿这边拿东西撑起来 然后就露一个口 这样就感觉特别安全 参考心理治疗方式 例如将自己埋进黑压压的空间内 模拟母亲子宫包覆的安心感 还有提供逗猫区 透过宠物给的疗愈感 让心情放松 除了抒压也要兼顾娱乐性质 因为锁定的是15到25岁的年轻族群 要能拍照打卡又要有互动感 很多道具就成了另类压力大的受害者 像是这一面墙上写着大家满满的生活压力 比方说你常听到买房子了吗 有车了吗 甚至是你薪水怎么都没涨啊 听到这些东西 其实你心里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可以透过按压机 去看你的压力能不能舒畅出来 但的确大家压力应该是蛮大的 你看这个都被大家给压坏了 光是尖叫机买了超过600个 已经太换掉一半但也显现输压活动大有商机 美国调查机构雷格斯就公布 大陆有7成5的上班族 自认压力持续增加排名世界第一 比德国南非美国英国等都高出许多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大陆就有5400万名的忧郁症患者 光是10年增加18% 分析是因为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 竞争压力变得更大更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用开会了 副主编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 甚至大陆今年火红的戏剧漂亮的李慧珍 就是以高压出版业为背景 结合爱情喜剧的抒发压力 收视率产列好几周排行榜第一 描述职场业绩取向 加班辛苦竞争高 正是上班族压力最大来源 导致大陆过劳死的威胁对象从体力劳动者 转向白领阶级的脑力劳动者 央视报导 大陆每年就有60万人过劳死 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国 加班 如果加班比较久的话 加班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有压力 健身卡那种吧 然后别的也就是看点展啊什么之类的 不会太多 但是正常值出还是有的 也有这种微信朋友圈爆红的冷压仓书压法 利用液态氮让温度急速降到摄氏幅143度 在舱内把浴衣脱掉 只剩贴身衣物占三分钟 透过低温快速将血液回流到身体主器官 原本是欧美运动员舒缓酸痛的方式 上海有业者首度引进 麻木的感觉 然后之后就很舒服 对于财力确实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 第一个是要够新鲜 第二个是要真的是有用 一次得花500块人民币 过去一周不到10人 现在成长到一周约百人预约 以30到45岁白领主管占7成 毕竟活在压力山大的时代里 大陆人掏钱寻求减压成了基本开销之一 输押商机顺势而起 TVBS新闻里房东陈一仁 陈一仁 上海采访报导 还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